歡迎大家收看《明報多安多》5點目新聞直播 今天是6月26日 在上個週末Ethan Center裡面發生群偶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職員檢查國際流行新手機也森議 在剛剛過去的週末 雷同性戀大遊行期間 在市中心Ethan Center裡面發生群偶事件 據了解幾個右翼警官組織 在雷同性戀大遊行當天策劃了示威 但受到某些反對人士阻止 而在示威被迫中止之後 反對人士未除示威者去到Ethan Center 之後在商場裡面發生了打鬥 多人多警方現在調查一間案件 這個月中多人多市中心發生一宗油站劫案 那匪徒認真狼 他搶錢不僅僅 他搶錢不僅僅 還將油站的職員踢至重傷 就連警察都說 反就見得多 但從未見過這麼無良 今個月13日凌晨4點 一個遲到的男子打劫 叫Sherbon及Fund Street一間油站 警方說打劫的過程裡 油站的職員都很配合 要他打開裝著錢的櫃桶 打開咯 叫他趴在地上 那就趴咯 基本上匪徒說什麼就做什麼 錢都拿了咯 還想怎樣 誰知這個夾被林離開的時候 還要用腳不停踩到職員的頭 一腳、兩腳、三腳、四腳 搞到他頭骨破裂 即場昏迷 直至下一個顧客來到的時候 才發現他身受重傷 認真不可憐 警方又說 雙姐是一個很勤力的員工 日頭上學、夜晚上班 現在他雖然保住條命 但就要在福康院接受治療至少幾個星期 打劫無非是求財 何必要出手把人打得那麼傷 人家都是打份工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CBSA的官員 在沒有取得搜查令的情況下 檢查入境內客的手機也起爭議 日前安傷法院 是甚至一宗國際樓學生 入境當時被CBSA官員 找到手機裡面 傳引兒童色情圖片的案件當時指出 他們在沒有取得搜查令的情況下 任意檢查內客的手機等電子設備 涉嫌侵犯人權 多項多刑事律師彭尼說 這宗案件引起關注 是因為它涉及到CBSA官員 執行海關條令的權限 他們可以要求入境內客 如說回答提問 帶走無權檢查內客的手機 因為只有警察有後者的執行權限 即使CBSA事前掌握一定的犯罪證據 也沒有權執行和犯罪有關的搜查 而審理這宗案件的法官也認為 CBSA當前的邊檢系統 令到邊檢官實際上 行世間警察的權限顯然不合適 《光天化日遲槍性侵犯少女》 還要是一條人來人往的路徑 這位色魔都算食膽包天 若克區警方今天公布 週一上午 在奧羅拉市府大廈旁邊一條路徑 發生暴力性侵犯案件更多內容 受害人當時一個人走在路徑上 迎面而來一個陌生男子 用槍指押她 性侵犯受害人之後就離開 受害人之後跑到市府大廈旁邊 向一名員工求助 警方大舉出動 搜捕疑犯 無攻而回 高級探長占武士今天在案發現場 公布歹徒的拼圖 他形容食膜大張犯案 要儘快將他歸案 他又說那條路徑經常有人經過 案發時有一名亞裔男子 跑步經過 應該和歹徒有個片面接觸 警方希望盡快聯絡他 提供資料 至於受害人傷口不算嚴重 市民可以撥打 滅罪熱線報料 多銀多今晚的氣溫有19度 明天日日間平均氣溫有29度 今晚的油價是122.9先 明天預計會升回一線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的終極上訴 中心法院今天宣布他上訴得值 和獲撤銷控罪 不少政界名人都對結果感到開心 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就希望曾蔭權他日後可以生活愉快 多些時間拍多些領賞 雖然獲撤銷控罪 但曾蔭權在這7年付出的代價都不少 除了服刑8個月 出席多次法庭審訊 他亦說訴訟幾乎好象他的終身接觸 和令到他和家人受盡折磨 另外有一名販毒少女 雖然不止曾蔭權可以獲撤銷控罪 但就獲得減刑折扣 被告的代表大律師求成的時候說 他自有家庭破碎 是親戚家記人離下 兩年前因為幫補加計 受販毒集團指使 發瘟約16公斤的可卡欣從來地渡港 法官判刑的時候表示 法庭不想對被告過於嚴厲 以致令他對人伸手的希望 亦接納他幫助警方查案 和來自破碎家庭等因素 及要發外私人的減刑折扣 本少女入獄17年6個月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Coffee林千宇 今天出席內衣分牌活動 她說現在做了人媽媽之後 不敢穿得太性感 因為怕被老公罵 但她今天的打扮 都不可以說是不性感 其實她給我的衣服很漂亮 但我最喜歡這件豬片 就穿了 她有幾件讓我選擇 我也是打算搭配整套衣服 而且始終做了媽媽之後 也有點奇怪 現在穿得太性感 太性感很奇怪 她都會問你做什麼 這樣 所以她還沒看到嗎 沒有 因為通常這些內衣都是她見的 不會被其他人見到 昨晚沒有跟老公說 今天有你的工作 他一向都不太理會我工作上的事 我不用跟他交代 不過他可能會問我 如果我只是穿衣服 可能他會問我為何這麼性感 有很多件一起選擇 和老公一起選擇 我老公沒有跟我選擇 我傭人姐姐跟我選擇 但我都是穿給她看 因為我傭人姐姐跟我很親密 我通常都會問我這件 幫我眼睛 對 幫我眼睛 平時都是 都是的 其實我自己都無聊立問一下 你老公喜歡什麼內衣 你穿的 不是她 我又沒有問 但我傭人姐姐穿的 我又沒有問過她 真的 我又沒有問過這個點 因為我通常在家 我都像個主婦一樣 我都是穿回媽媽應有的服裝 是不是因為結婚 或者生了兒子 真的不會有那方面的情趣 不會說在衣著上會特別穿 對 會不會 可能你的工作會很悶 哎呀 很害怕 可能是 我想暫時不用住 因為臭兒子真的很累 激情可以留在之後 我覺得暫時這半年 都是繼續臭兒子做主婦 但是如果我真的害怕 如果我真的穿得太性感 等會很快又再生多個 很累呀 今天新聞報導完畢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晚上 28 9 10 250